下面我们学习居家饮食风俗 居家饮食风俗是中国民间饮食风俗的基础和主流 反映了中华民族饮食风俗的整体风貌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居家饮食风俗的日常 饮食是从生理需要出发 为了恢复体力的目的形成的饮食规律和习惯 上古时期人们采用的一天两饮食 银须甲骨文中有大时小时的区别 意思是一天中的朝夕两餐 到周代开始在朝廷及官府一般采用三饮食 是汉代以后民间一天三餐制开始盛行了 到现在一天三餐制基本是居家饮食的主流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食物结构 居家饮食的结构是反映一个地区的饮食风俗的重要表征 中国自古有五骨为养 五骨为咒 五旭为义 五菜为冲的饮食结构理论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 尤其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大国 总理来说 中华民族的饮食结构是以术食为主 昏食为辅的饮食结构 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 包括城乡饮食结构比例有所差异 从时间上来讲 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千年的中国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发展落后 绝大多数地区都以术食为主 南方以大米为主 北方以面食为主 在居家日常饮食结构中 术食占据了绝对的比重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食物原料逐渐丰富起来 昏食食物比例的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 昏食所占比例逐渐开始加大 从地域上来说 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龙根民族 在饮食结构上也有差异 古代的官府与民间 现在的城市与乡村 在饮食结构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好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中国民间居家饮食的特点 中华民族居家饮食从形式到内容 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以筷子为进餐工具 从全世界来看 大体口风为三种取食的方式 一个是以阿拉伯为代表的手抓取食方式 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刀叉取食方式 再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筷子取食方式 筷子因此成为东方饮食文化的表征 二是活餐制 这主要是区分西餐的分餐制 中国人喜欢围着而坐 共用一盘菜 共食一个锅 这种活餐制是中国合合文化在饮食习俗上的具体表现 三是主食与副食区分明显 无论是西餐还是阿拉伯饮食 一般都是主副食不分 而中国的主副食区分明显 我们通常说的看菜吃饭 饭是主食 菜是副食 以吃饭为主 以吃菜为福 饭当然也包括面食 它是占了较大的比例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 这种副食比重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感谢观看